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喬 我們今天跟Tabico合作要介紹一款旅遊小幫手的App 這一款App的特色就是它有即時真人線上的諮詢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請它幫你訂房間、訂餐廳 然後包含推薦你什麼樣的旅遊行程都可以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我們就試試看用Tabico的App幫我們找今晚的住宿、銀座餐廳 以及六本目的推薦行程吧 使用Tabico這個App可以直接在線上即時諮詢專員提供行程規劃的建議 推薦區域的景點也能夠詢問推薦的住宿地點 並且直接在對話中瀏覽房間資訊跟完成預訂 完整的服務也包含了餐廳的推薦與預訂喔 一樣都可以在對話中請專人及時替你完成 不用擔心日文問題也能省下不少行程規劃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人已經到六本目了 我們就來實際走走它推薦的行程吧 哇,這邊是Keyakizaka,離東京鐵塔超近的 毛利庭園是會在六本目的一個日式庭園 還蠻多上班族中午回來這裡吃飯散步的 這邊是六本目Mittown 購物、飲食、住宿、一應俱全 而且離我們剛剛出發過來的地方散步只要十分鐘 逛街囉 這邊是2121 Design Site 有很多前衛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喔 這邊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然後冬天的時候還有很漂亮的Ellumination可以看喔 今天花了半天走到他們推薦的行程 真的是還蠻道地的 完蛋囉,來迎坐吃飯囉 可以出去看Harbico推薦的餐廳 預約的時候就可以選好自己想要的套單的價位 這樣也不用怕看不懂日文的菜單了 我們現在吃飽囉 要去飯店check in 我們快要到飯店囉 這邊離東京車站的八重周口非常安靜 地理位置很方便 看到我今晚下山的飯店 Super Hotel Lohans 這是一個很溫馨的小套房 我們今天請到Topico的Jesse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應用程式的好處 以及她想分享一下在Topico工作一些有趣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我是Jesse 那我們想先請問一下Jesse 就是Topico這個App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是以一個聊天的方式 以景點規劃為主要 規劃完之後呢 告訴大家說推薦哪個景點 靠近的飯店 甚至是你們開始從台灣或是香港出發 要到日本的機票 我們都可以幫忙推薦 可以解釋一下這些工作人員的背景是什麼嗎 對應大家的這些人員 其實都是來自日本各地 像是有北海道、九州 然後或是像我一樣 就是住在東京超過一年以上的 所以對各地的旅遊景點都是非常了解 你跟Topico的用戶在互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之前有一個用戶就是住完我們的飯店之後 然後他把他的重要物品放在飯店 然後忘了帶走 透過我們再聯絡到飯店 然後我們就幫他把他們台灣的地址跟飯店說 然後他就成功的找回他那個很重要的一個紀念品 後來他還有寄就是一個明信片 然後到我們公司說 他覺得我們其實Topico就像是他旅行中的護身服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Jesse幫我們分享Topico的資訊 東橋今天實際用Topico體驗冷定、飯店、訂餐廳 然後還有行程推薦的服務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用手機搜尋Topico下載喔 我是Jesse 我是偉恩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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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